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前天我看了一个短片 很有意思 讲的是如何正确的割韭菜 那是一个短片 它显示 韭菜你不能够齐根割 流出来这么高 你才去割韭菜 然后割完韭菜 你不要立刻的去浇水 要等伤口长好了 你再施肥追肥 这样一茬也茬的就能割 然后韭菜的长势 长的是一茬比一茬好 我看这么一个割韭菜 这么一个视频 我感觉很有意思 这种割韭菜的方式 跟国内的割韭菜不一样 这好像就等于说 是那种西方世界的割韭菜 大家记住 割韭菜不光是中国在割 其实欧美世界都在割韭菜 很多国家现在是把老百姓 当韭菜是一茬茬的割 马上我再来解释一下 欧美国家是如何割韭菜的 先来说一说国内这一块 因为只要一提割韭菜 很多人想到的还是国内 韭菜都不愿意往上涨了 是吧 割韭菜也割不动了 这就聊到一个人口出生率的问题 就拿着最近这几年的数据来说话 2017年中国总出生的人口是1723万 然后到了2018年是1500万 然后2020年最新的数据只有1000万左右 然后你再减去中国的每年死亡人数 我刚刚粗略的查了一组数据 就是中国每年的死亡人数 大概在1700万左右 那你要是再算上2020年最新的这种 人口出生只有1000万左右 那么现在开始啊 每年的中国减少的人口 至少是800万 以后会逐年增多 就是人口开始减少 你要是从这个社会资源分配的角度来说呢 那中国的人口呢 确实是很多 确实是需要减少 但是这减少了也太快了吧 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啊 就是说起码一个家庭要抚养两个孩子呀 但是现在人们都不愿生了 生一个孩子往往需要整个家族去抚养啊 去老人帮忙带孩子 两口子都出去打工都出去赚钱 勉强养活一个孩子 活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你得看看中国以前啊 在49年以后 那时候的中国人只有大概5亿左右啊 那时候每年出生的人口都是在1700万以上 最多的时候在五几年的时候达到了2700万啊 每年出生人口 那时候的中国人口才多少人 才五六亿人口 每年的出生都能够达到2000多万 想想这个80后父母的年代 谁家不是兄弟姐妹五六个呀 只有聊到了一个毛泽东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啊 就是人多力量大 毛泽东这个人多力量大 其实很符合当代的历史潮流的 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啊 50年代60年代啊 那时候是共产主义啊 吃大锅饭啊 人们都有饭吃啊 不用饿肚子了 然后是敞开肚皮吃敞开肚皮生啊 实际生孩子 这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啊 觉得啊 我们生孩子由国家养 那么从毛泽东的角度来去看待这个生育的问题 他是怎么看的 他觉得这个人口就是生产力啊 他觉得这个人口就是资源的 现在评论毛泽东 他是一个非常封建的 具有古代帝王思想的一个暴君 其实还真是啊 就是在古代那些帝王将相 他们普遍是把这个人口当成一个战略资源的 这是在古代的时候 人们普遍对于这个人口这么一个认知啊 首先就说这个汉出文景之治的时候 那时候文景二帝啊 低赋税对外呢也是止息兵戈啊 那时候西汉的时候人口都最多涨到了大概5000万吧 结果后来王莽窜汉啊 然后人口断崖式下降 甚至说到了三国时期啊 这就聊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了 三国时期那时候的人口真的是降到了最低一点 看过三国了都知道曹操赤壁大战 说为什么曹操赤壁大战之后 还能够卷土冲来 还能够屹立不倒 还能够继续跟这个孙刘两家对抗 三国时期的中国呀 你拿这个长江来拉一条线啊 像长江一北 包括现在的江苏山东河南啊 河北安徽 还有部分辽东地区 这些地区的人口总数比整个江南加起来还要多 就是比整个刘备家孙权的地盘加起来人口还要多 再分析一下自己的地盘里边的这种情况 我的人口比你孙刘两家加起来都多 我这个城池呢 我也没丢 所以说这个赤壁大战呀 只是一次战役上的失败 并不是说在战略层面 满盘结束 这倒没有 最主要是这个人口的资源 大多数还是在曹操手里面啊 这是从这个历史层面去看待这个人口资源 古代的时候那些朝廷的那些官员啊 每年去向皇帝去做简报啊 这个人口呀又增长多少啊 这个税收益增长多少 把这个人口作为第一重要的战略资源 这是在古代啊 那么再说到现在啊 咱们就是谈谷一定要论金啊 现在呢是老百姓不愿意生了 就是说这个割韭菜割的太狠了 今天节目刚开头呢 说那个割韭菜啊 你不能够连根儿割 你得流出来几厘米去割 这样能够长出来 但是中国现在你割韭菜 割的太狠了 生不起了养不起了 再加上什么享乐主义啊 丁克主义啊 再加上住房养老 医疗教育啊 这四座大山压到每个人头上 那人们都不愿意生了 我们就看到现在中国这种出生率啊 这个人口的下降是非常的吓人的 那么体现在经济领域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就是说这个工厂啊 持续的是招工是越来越难 因为从现在开始啊 这个每年新增长的适龄的劳动力 是越来越少 不是说过去的几十年 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吗 那还是一个人口的红利啊 那中国人口多呀 人口的红利呀 血汗工厂啊 那现在这个人口红利没有了 那这种沿海密集型制造业 他们就不好生存了 你不提高工夫待遇 谁给你干呢 所以说在将来的制造业啊 在经济链条这一块 肯定会有很多企业持续的倒闭 失业的人口啊 真的是越来越多 那么在同一个投资的角度啊 从房地产角度吧 别说从投资了 就从房地产角度 我有朋友呢 他是北京人啊 他说他现在在北京的房子啊 这个价格了 已经是快腰斩了啊 已经将近是折了一半了 不好卖 就打个比方啊 之前100万的房子啊 后来涨到了200万 结果后来他移民了嘛 他卖房子挂着往外卖 卖不掉 然后他降价 打到7折挂还是卖不掉 有价无市啊 以前的有价无市 那是抢着买啊 你看这个价格 蹲蹲蹲往上涨 但是你就买不到房子 那是有价无市 现在的有价无市呢 是大家都有空房子啊 你降价我也降价 你打7折我打6折 但是都是卖不掉 现在也是一个有价无市 都不来买啊 都是买涨不买跌嘛 为什么呀 人口负增长了 人口负增长 现在盖出来的房子啊 这么多了 这么多空房子 你到北上广市 你开车转一转 你看看每天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是吧 他这种亮灯有多少 按理说 每天晚上八九点 应该是家家户户都亮灯的 你就看这个亮灯率有多少 你就知道这个小区啊 大概这个入住率能达到几成啊 就是人口下渐啊 这个房地产 它迟早是一个崩盘 你要说它的这个价格上崩盘呢 这个不好体现 它可能是以其他的方式崩盘啊 没人买或者说成为鬼城 像内蒙埃尔多斯 像东北的鹤岗 这都是实打实的崩盘的例子呀 哎 你房子再多有什么用 你卖不了就有什么用 假如说是在东北鹤岗 是吧 你3万人民币 你买个房子 你住进去 你就感觉像住进鬼城一样 啊 周围什么配套设施也没有 也没有小麦布啊 没有人的话 哪有什么小麦布 哪有什么菜市场 你想买包烟 你开车都要开个几公里 你想买个菜 你都要开到市中心里面去买菜 那样的房子免费送给你 你敢去住吗 这就是房地产崩盘 这就是人口断崖式下降的结果啊 那好国内呢 先告一段落 再说一说国外啊 我说呀 这个割酒菜的艺术啊 这个欧美国家 他们掌握的是非常好的 尺度把握的是非常好的 因为欧美国家人家割酒菜啊 人家知道留这么长割 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在鼓励 年轻人生孩子 他没有把这个年轻人啊 给吓得不敢生孩子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啊 这就是一个小游乐场啊 就是孩子玩的地方啊 就拿我现在居住的喜马亚来说啊 就是你去散步啊 你没走过两三百米 你总是能够看到这么一个给小孩子游玩的这么一个小小游乐场 这个游乐场都几乎没什么人来玩啊 小孩子基本上都不来啊 偶尔零零星星啊 可能会来个一两个 这就说明当地的政府 他为了鼓励啊 老百姓生孩子 就到处去兴建这种儿童游乐场所 意思就是说啊 你们生孩子吧 是吧 你看到处都有跟小孩子玩的地方 这是在这个硬件设施 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 这种小孩子游乐场所 那么像其他的一些公共福利层面啊 欧美国家现在对于这种女人的保护也是非常的多的 是吧 孕妇的福利啊 生孩子每月的补贴呀 还是有一些的 哎 就是说这个税呢 虽然说挺高 但是呢 这个欧美国家的割韭菜呀 他没有是齐根割 他没有割到你不敢生孩子害怕生孩子 而且还不在上学啊 这个学费呢也是比较低啊 有的公立学校呢 是基本上是免费的 有的那种私立或者说是办私立学校呢 学费也不高 像幼儿园啊 100欧元左右就可以啊 再报点什么兴趣班之类的 是吧 在稍微在华尔家小钱 一般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啊 就是在教育这一块呢 也是告诉这些西方的父母啊 不用担心孩子 我们会尽量的给你照顾好 是吧 不会给你增加负担 只是在教育这一块 还有在医疗这一块呢 哎 西班牙的医疗呢 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全民医疗啊 就是说任何人得病 都能够得到相对来说公平的救治 但是相对公平的话呢 这个效率呢就会比较低啊 所以说有能力呢 我建议还是买医疗保险 商业医疗保险 比方说我就买了商业的医疗保险 那就是说我身体就毛病了 我不要预约等一个月啊 我今天打电话 我明天就能去医院 我上午打电话 我下午就能去医院 我心里有什么急症啊 救护车马上到家门口 这是我买的商业医疗保险 我不去占有那些公共医疗资源 我掏了钱了 在医疗这一块呢 也是给西班牙的这些老百姓一个保障 是吧 不用害怕生孩子 生病的话 有全民的这种医疗保障 稍微露了一点 不管你是有没有商业保险的 真的是出现一些急症的话 其实他们救治还是都是公平的 医院有急诊室 真的出现非常着急的情况 什么都不用看 你不用给他看拘留 你不用给他看保险 你不用去掏任何的身份证明 先把人救了再说 先把人治了再说 我身边有类伏的例子 我就不举例了 像我刚才说的 我买这种医疗保险 主要体现的是 我身体在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在一些不紧不慢的情况之下 我能够得到优先的检查救治 但是如果说出了急症的话 医疗制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平的 并不是说你有钱就给你优先治 不管是谁有了急诊 到了医院的急诊室 那都给治 这是在医疗层面 也是给老百姓 也是放下心来 可以生孩子了 现在又是鼓励生孩子 现在欧美国家都搞得不愿意生了 所以说欧美国家着急 是吧 你们都不愿意生了 我们这韭菜怎么割 所以说你看看小区里面的这种儿童游乐场 医疗制度 教育制度 其实就是把韭菜不要齐根割 要留出一点点留出个几厘米 让韭菜觉得有念想 觉得生活还可以继续 所以说欧美人就是说 他以此来鼓励激励欧美人去生孩子 为什么说欧美他现在也是在割韭菜呢 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你在欧洲国家享受欧洲的这种福利政策 是吧 你怎么还老是批评他 那当然了 我是纳税人 我当然得批评政府了 这个政府他这个欺负纳税人 欺负的太狠了 是吧 这个政府太无能了 是吧 面对这么一个新冠疫情 是吧 总是封城 以此来也是自己执政的无能 右派的政党都说了 现在这个税太高了 我们上台之后要减税 左派政党说啊 因为这个新冠疫情 我们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所以说我们要找老百姓加税呢 所以说这个政府他很无能啊 政府他自己没本事 他就把老百姓当韭菜割 我是纳税人 我跟他客气什么呀 我该骂我就得骂 是吧 共产党骂不得 骂共产党有风险 我还不敢骂西班牙的政府吗 是吧 不光是西班牙了 法国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美国 加拿大 都这样 这个全球往左拐 都在往左拐 往左拐 蒙踩油门 快杀不住车了 是吧 你不光说是中国这一块 是吧 这个割韭菜 齐根割 欧美国家他也割韭菜 咱们现在看的那些政客 就是每天在电视上出现的什么 马克龙 默克尔 特鲁多 什么拜登 桑切斯 这些鲍威尔 这些人 他们不是政治家 他们是政客 政客 知道吗 不是政治家 政客 首先是以自己利益为优先的 首先照顾自己的个人利益 自己的个人利益 大于党派的利益 然后把党派的利益照顾好 然后他说老百姓 老百姓就是供他们收割的韭菜 对于政客眼中 老百姓就是韭菜 天下乌鸦一般黑 所有的政客都和谐 我什么时候能够念这些政府的好 你左派政党你赶紧滚蛋 右派政党赶紧起来 右派政党真正是做出一些 实惠老百姓的政策之后 那时候我才会说点好话 我才会说点好听的话 有人说了你移民到国家里 你居然不爱国家 搞清楚政府是政府 人民是人民 政府是人民供养的 政党他是我们的儿子 知道吗 我们是他们的医师父母 不能说了不能骂了 正因为我热爱这个国家 我热爱这边土地 我热爱这里的蓝天白云 今天是阴天 我希望我跟我的子孙侯在 可以生活的更好 正是因为爱 所以我来批评这个政府 不光是中国的政府 其实心都挺黑的 只不过西方的政府 他割脚 他割的有水平 他割的很隐蔽 他割的时候给你打麻药 你感觉不早疼 好吧 就先聊那么多